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品尝日本零食的视频 那么这一期我们有更多的零食了 那么我们直接开始吧 第一样要品尝的零食是这个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我一开始以为是面包 像蛋糕一样 但是后来一摸是硬的 好开始 有点像那个旺仔什么小小酥酥 就国内之前不是有个电影 他们吃一口整个电影院的人都在看 好像就是这个味道 不过这个更大 有点油 那么我给这个六分 那么下一个品尝的是这个 这个里面一个大包装里面有五小包 很脆 米饼的味道 但是它是黑胡椒米饼 也是米饼 但是它是鱼籽酱 寿司海鲜的味道 长的样子一样 这好像是芝士的味道 我不太喜欢 四包 这甜甜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有点像糖的味道 但是有点不像 不知道不好吃 这些是鱼籽酱 这些鱼籽酱 我估计是原味的 因为它上面什么都没有 它上面什么都没有 橙皮的味道 橙皮的味道 怎么是橙皮的味道 哦 最后一包最后一包 长这个样子 咖喱味 有点像那种 不好吃的咖喱味 下一个我们要吃的就是这个薯片 据说是鸡汤 鸡汤味的薯片 嗯 嗯 嗯 好吃 嗯 不辣 咸咸的 下一个品尝的是海带 海带的味道 海带味的薯片 上面很多海带 嗯 味道很浓 但是不甜也不咸 虽然这个海带味道特别浓 但是没什么特别的口感 气氛 那么这一个下一个我们要吃的是 这种脆的这种球 那它是章鱼小丸子的味道 所以这个这个味道 我这辈子都没吃过 迫不及待想要尝试点 哇 味道好浓 嗯 可能气氛太高了 其实并没有什么章鱼小丸子的 可能就是它的酱的味道比较浓 味道很特别 我给7分 那么下一个要吃的就是 很大的一个盒子 不知道是什么 上面写着人形烧 可以看到画面 它画面特别的精致 OK 可能是一些面包 面包蛋糕之类的吧 尝尝尝尝尝 包装太多了 软的 中间好像有馅 中间好像有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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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甜品 中间是豆沙馅 我特别爱吃豆沙馅的东西 但是太甜了 对于我来说 有点像美国的甜品 所以我只会点7分 甜品 不是 对于我来说 感谢观看